篮网队明年阵容他这个主要改变方向的就是补强防守 至于说进攻段这个有些有能力的球员呢往外送一送 如果你不想送走凯卓文的话那就得动乔哈里斯就这么简单 哈登和坎多兰特呢这俩肯定是动不了的 有可能动这个凯卓文把他换走 对不对差不多仗下沸腾球人呢 指名道姓要一位明星级别的运动员 如果是出欧文的话甚至有可能 少带手呢不光弄来本西蒙斯还划了来这个接丹尼格林的 有可能一个凯卓文换本西蒙斯加丹尼格林 我感觉绝对划算 这两个一旦说假入呢 蓝网队就是一直防守近履了 因为他俩这个防守能力很强啊 这么一整的话挺划算 防守起码是有赢的 有人可用 再包括克莱克斯顿呢稍微培养培养 也不是没有作为 可以这么整 引进本西蒙斯我感觉是首选 就是换走文呢 他本身这个之前也已经引起 蓝网队高层的强烈反感了 本身就要动他的 残悔队期间你动辄就请假 对不对 整出一些理由呢 我还不好明面反对 正好让球队呢 如桌真宅 当时这个 也是非常被动 所以送走凯周文 这个是比较正确 乔哈里斯呢 如果动塔的话 那这个方向就不是演技 另一个明星级别运动员 如果是动乔哈呢 最好的一个选择 是瞄准这个迈尔斯特纳 这样的防守型内线 考虑到现在主要假想敌 基本上还是内线为主的这么几次球队 你比如说费城西人呢 比如说什么这个 密尔沃基雄鹿啊 你得引进一个内线汉将的 如果说有迈尔斯特纳的话 我感觉可以 乔哈里斯送走 整来个特纳 乔哈里斯长辉战期间 三分准型结合产量 联盟第一 季后赛当中 首轮当篮网正容齐整情况之下 有詹姆斯哈等指挥调动 乔哈投出的远射准型是50%以 挺过硬 你不要光盯着一组系列赛 仅仅盯着一组系列赛 斯丁库里这么强 尚且有严重失准的一些表现 更何况乔哈 所以动乔哈的话 瞄准这个迈尔斯特纳这种类型 内线有一定名望的护框大哥 防守汉将 也可以向这个方向使劲 但是他俩只能动起椅 如果斗动的话 进攻端我感觉多少这个差点 你光指着哈登多兰特 进攻多少 我感觉稍微有点乏力 如果说你把乔哈也动走了 把这个欧文都一块送走 但也不是不能探讨是不是 这说一块送走 那这个就是彻底是攻守绝对均衡了 我感觉也够 如果是彻底送走啊 攻守绝对均衡 不见得双核有那么疲劳 因为场上防守过硬的话 精工端你可能说消耗就没有那么距离 实在不行 俩斗动 乔哈和文都送走 换来一些攻守兼具的球员 也可以这么操作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